新台湾国策智库11号公布最新民调 8号到9号针对全台20个县市 连20岁的1074位民众进行电访 结果显示 总统蔡英文满意度从106年的9月的34.6% 下降3.9个百分点 现在是来到了30.7% 不满意度从106年的9月的48.7% 则上升2.4个百分点 现在则是来到了51.1% 另外行政院长赖清德部分 从上任到现在的满意度是44% 不满意度是35.1% 至于10号针三毒通过的劳基法 造成劳资双方对立与社会动荡 后续上映是否反映在年底大选都还是未知数 至少我们看到有差不多两层的这些 这些劳工是不是他们会强力反弹在地方选举呢 我们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在全力拉中小企业之间 或者是财团来打这个劳工这个部分 这个会反映到地方的选举呢 目前还看不到 这份民调也为2020年的总统选情进行评估 有32.4%的民众认为蔡英文会连任 43.9%认为不会 但若民进党内可能人选相互比较的话 支持赖清德2020年选总统的民众 有42.3% 高于支持蔡英文连任的24.4% 另外外界一直相传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有可能挑战2020年的总统大位 民调显示 若是由蔡英文总统新北市长朱立伦 柯文哲市长三人相比的话 分别是29% 29.8%和30% 柯文哲支持度最高 蔡英文甚至微幅落后 朱立伦0.8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显示 这三个人的支持度几乎不相上下 那这显示朱立伦在 就如同刚才报告人所提到 朱立伦在国民党内 这个还是具有一定的一个竞争实力 这个先前的这个先蹲后跳 还是这样的策略 还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是正确 所以未来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扮演这个选战的一个 国民党的一个头号战将 民调结果也显示 如果民进党派出行政院长赖清德 出战2020年总统选举的话 支持度都大赢国民党主席 伍敦毅 西北市长朱立伦 台北市长柯文哲 甚至是现任的总统蔡英文 也是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